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款龍珠激戰傳說遊戲 在Google Play Store 已經上架了 大家去Google Play 打龍珠激戰傳說 就可以找到這款遊戲 下載後 可能玩過尾版的話 可能要繼承吧 繼承的方法很多 我自己用了Facebook登入 其實繼承的方法非常簡單 如果是一個新遊戲 它會問你是不是選中文 日語或英語 大家選完之後 別按得太快 在外面 左邊會有一個繼承 遊戲進度 換句話是你的level 以及你的石頭 也會保留 有一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說 iOS 如果你引計 或者繼承遊戲 注意 之前你儲存的石頭 或者獲得的石頭 全部都是清零的 所以如果是iOS的朋友 6月14日 你本身有玩尾版的話 我建議大家抽完石頭 然後再繼承吧 不然的話 辛辛苦苦地儲存石頭 就消失了 亦跟大家介紹一下新資訊 就是天津飯的降臨 已經推出了 即是活動了 大家打贏天津飯 就可以得到相應的升級報酬 V1.5的更新 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分享給你iOS的朋友 拜拜 拜拜